来看一则即时新闻 马六甲一名怀疑男子因为在脸书上载破坏交警形象的照片和贴文 今天被控上庭 他面对两项控状扶手认罪被判罚款超过1万令吉 根据案情2014年9月25号期间 两名在马六甲拉野执行的交警突然被传召回甲州中央警区总部 上次哈林曹长向两人出示一张来自脸书的贴文 两名交警当时回应正在执行任务确保交通顺畅 上载图片和贴文的32岁被告陈建宏 今天在法庭扶手认罪被判罚款1万5百令吉 如果无法交付则以坐牢10个月代替 辩护律师在庭上说 被告将照片上载到脸书之后已经觉得后悔 很快就从脸书删除照片 不过这张照片还是被其他人转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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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